新朋友救人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今天說到聖書換歌 不是劍院院精 我覺得一模一樣 說兩件事 主要是新秀開荒期 大家要怎樣培養自己的角色 以及關於召喚卡 你召喚時有什麼注意事項 因為這遊戲跟劍院精一模一樣 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參考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首先講到培養角色 我建議大家集中火力去培養某一隻角色 基本上如果你集中培養某一隻角色 那隻角色可以直接帶你飛 像這隻一樣 我之前一開始抽回來的騎士阿瑟 現在他已經去到67級 我只是把他一開始送的資源 全部都升到他 當然了 去到後面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把全部東西平均升一升 然後突破的時候再用主力去突破 因為好像這個要突破 把主力突破然後再平均升一升 整個玩法大概就是這樣 我建議大家集中火力去升 不要分散他 因為我想前期應該都不能拆散他 因為之後應該跟劍兵員精一樣 就可以回索 不是回索 他不是這裡 應該還沒開 就可以把你培養的資源給你 但星星的好像是不行的 OK 那流程大概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可以 應該是聖所或神像 類似的那樣 我想之後開完之後我就會知道了 關於這個培養角色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這個酒館 酒館因為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這個遊戲是有國家隊的 國家隊就是不同的屬性 會有不同的國家隊 不同的英雄 例如說冰的 你當這是冰 我可以看他這個是什麼 對 銀白帝國 有些是第二個國家 好像這個 荒野之地 通常同一個陣型的角色 五隻加起來 這樣會有這個加成 或者三隻加兩隻 或者四隻加一隻 這樣會有不同的加成 所以大家如果說 我要集中培養的話 我建議大家就小心點 抽卡的時候 通常就要選擇你要抽的陣型 然後才抽 真的選不到在這裡 對了 然後再轉換到正確的陣型才抽 這個應該是荒野 有的 例如說這個應該是 這個是荒野 這個是銀白帝國 這個就是綠色的 這個是什麼呢 我都不可以印象 大家抽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 通常如果像劍玉眼睛一樣 一開始 應該是自然迴響卡池 比較適合 我先抽了 給大家看看 先抽抽 這次應該要簽到名 又簽不到 OK 所以大家抽卡的時候 都要看著陣型去抽 如果跟劍玉眼睛一樣 應該是綠色比較強的 估計 又中了 OK 好 新英雄 其實這個應該不是金色不金色 只不過是一隻新英雄 OK 好了 就中了這幾隻 暫時試試培養 之後再慢慢跟大家試試玩這遊戲 這遊戲我覺得也有趣 輕鬆玩 大家都輕鬆玩 我覺得就不要 畢竟這個我想 他長線也不夠 劍玉眼睛長線 短線也不值得用來炒 給大家課金 這個是我的建議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好了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今天就是給大家看看 這個培養角色和 抽卡池的一點點注意事項 因為自己剛剛推出 希望可以盡快給大家的資訊 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LIKE 喜歡這頻道記得訂閱 喜歡和大家一起打遊戲的話 加入我們Discrug One 我們在奧斯卡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